穷屌丝因为网络逆袭成千万级网红 男主光泰是现实中的小丑 长相平平无奇 家庭条件更是一般 而原本就贫穷的家庭 因为母亲生病住院更是一蹶不振 再加上在校内没什么朋友 时常会遭到同学的霸凌 比如巴格 这家伙是在油管上拥有70万订阅的大博主 为了讨好班上的班华陆美 巴格决定带着陆美直播 陆美打算当美妆博主 于是把光泰抓来当模特 光泰很反感他们的行为 又没办法反抗 既拿不到钱还要遭到羞辱 巴格每次直播都说会抽送一台电脑 光泰心里知道他肯定是在作假 却又不敢去揭发 脸上被画得像鬼一样还洗不掉 说不羡慕这些主播是不可能的 巴格不会读书 但拥有70万订阅 可以一次赚10万元 而陆美可以靠脸吃饭 自己什么都没有 没头脑也没钱 回到教室 还要被巴格身边的狗腿子 摄影金子亨起伏 但光泰知道 金子亨打架并不厉害 只能靠巴格帮他撑腰 此时陆美惊讶地表示 巴格带着他直播一次 收益就超过3万日元了 光泰羡慕得不行 和旁边的金子亨产生了相同的想法 要是自己也能做直播就好了 巴格告诉金子亨 未成年做不了直播 除非拿到家长的账号和存折 但金子亨因为之前偷拿家里的钱 所以被禁止接触家里的账户 于是金子亨盯上了光泰 他问光泰的母亲还活着美 让光泰把母亲的账户和存折 借给自己用 光泰非常生气 他很想揍镜子亨一顿 但也知道自己无力反抗 放学后 光泰去看母亲 母亲总是说自己的病不严重 可以出院待在家里 但光泰却知道 这个病情一旦出院就会恶化 母亲很担心 光泰在学校遇到糟糕的事情 光泰总是用笑容糊弄过去 说自己在学校里过得很好 让母亲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好好养病 因为是单亲家庭 光泰为了治疗母亲 每天放学后都会去打很多工 三万元几乎是他一周的收入 但主播却能在一中午赚到 光泰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片黑暗 不过黑暗中唯一的光芒 就是在打工地点遇到的女神夏帆 夏帆长相漂亮 人也温柔善良 是店里的女神 光泰觉得只要看到夏帆就很幸福 没想到此时 八哥却跑到汉堡店来直播 金子亨也在旁边 光泰很害怕被他们发现 但是八哥却盯上了夏帆 因为夏帆的颜值在附近的网络很火 八哥上来就提出 让夏帆在30秒钟做出最繁琐的汉堡 否则就要把联系方式给自己 一部分人很厌恶八哥这样的做法 但没有人出来帮夏帆 光泰不想让夏帆受到这样的委屈 于是下一秒 光泰就端上了制作好的汉堡 还告诉八哥 这样会造成其他客人困扰 希望八哥从这里离开 光泰叹气 自己明天肯定要挨揍了 认为自己出头也没什么用 却没有发现夏帆看着他的背影泻入沉思 结果当天晚上 金子亨就跑到光泰家里打游戏直播 利用光泰母亲的账户开直播 还让光泰给他做饭 这让光泰很不爽 金子亨还不愿意给他分钱 光泰端着饭过去的时候 不小心被电源线绊倒 直播中段不说 金子亨还被泡面泼了一脸 他立刻将光泰暴打了一顿 光泰本来是不敢反抗的 但是金子亨却触及光泰的雷点 那就是光泰母亲磷患癌症的事情 所以光泰第一次站起来反抗 两个人都没什么战斗经验 纯粹就是菜鸡护拙 但是被扯黑的只有显示屏 摄像头还在持续直播 不过两个菜鸡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打架结束后 金子亨回家 光泰孤苦伶仃地盖上被子睡觉 心里怨恨自己 为什么不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也不必为了钱而担忧了 他随手关闭了主机 第二天一早 光泰却被电话吵起 另一边的金子亨大哭一场 赶紧把视频删除 他这时才知道 昨天掉的只是显示屏他头 他们俩的打架被全程直播了出去 而直播中图电脑关机 视频会自动上传 光泰悲愤不已 自己本来只是在学校被霸凌丢脸 现在已经被全国 甚至全世界知道丢脸了 正当光泰准备删除丢人视频时 却发现视频每播放一次 就有0.1的收益 而他们的视频 竟然已经有了100万的播放 视频传得很快 百万播放可不是假流量 班上都有有人开始讨论打架的视频 大家都在嘲笑视频中的光泰和金子亨 看见金子亨顶着黑眼圈来学校 嘴角都抑制不住上扬 金子亨很痛苦 好不容易靠着讨好八哥获得一点人气 结果现在影片爆火 自己脸都溜光了 必须找一个好欺负的人来垫背 所以他故意对班上的肥宅动手 结果肥宅直接把金子亨暴打一动 金子亨试图向八哥求救 结果八哥也在嘲笑他 金子亨顿时明白了 一旦沦为笑柄就再难爬起来了 与此同时光泰在医院支付了母亲的12万医疗费 他喜滋滋的想自己马上就有100万现金金账 此时金子亨却找了过来 认为自己出了丑 光泰必须给他一半钱 毕竟他也有肖像权的 光泰还击并表示 这都是金子亨自作自受 于是两个人又打了起来 光泰已经打过一次了 根本不害怕金子亨 金子亨娃娃大哭 光泰幸灾乐祸 你就哭吧 反正也不会分钱给你 没想到金子亨去掏出两人打架的视频 原来是金子亨提前架好摄像头偷拍 金子亨表示 这一波是炒冷饭 他不会做 不过他们俩可以合作拍视频 因为他知道光泰很喜欢钱 表示有自己的拍摄手段 可以帮光泰挣更多的钱 并表示自己曾经是八哥的策划人 还告诉光泰 想当主播还需要审核 一个人是无法负责一堆事情 八哥能够成为网红 都靠自己的策划 金子亨被八哥被刺之后 决定转头来捧光泰 自己当策划 光泰出镜 两个人可以一起赚大钱 但金子亨其实 只是想利用光泰东山再起 以为光泰很好骗 结果光泰压根不相信他 只要我没有道德 就没有人可以道德绑架我 直到金子亨着急的说出 光泰9他1的分成 光泰这才答应了合作 而金子亨提出的直播方案 是去揭发不良主播 自从光泰和金子亨火了之后 八哥就开始拿他俩做直播血统 金子亨暗示光泰 赶紧趁机揭露八哥 等到直播间人数越来越多 光泰果断开口 表示八哥一直在造假 所谓的抽粉丝赠送电脑都是假 中奖的人也是伪造的 而且八哥一直假装成绩很好 私底下其实只是个小混混 并且常年在学校霸凌他人 光泰露出被打伤的身体 表示这都是八哥动的手 反正接不接发都要挨打 不如一边挨打一边赚钱 路过的短发妹子文言 忍不住探头看了一眼 金子亨觉得这是揭发八哥的好机会 只要揭发成功 就能把八哥的粉丝拐到他们账号上 没想到此时八哥却说 自己早已关了直播 认为光泰竟然敢反抗自己 抓住光泰就是一顿毒打 金子亨赶紧一开视线 生怕和光泰对上一身 因为他们也准备了后手 悄悄在别的位置放了直播镜头 标题就是揭露八哥 现在直播间人气暴涨 金子亨早就料到了这一幕 怎么可能真的会在八哥直播的时候揭露对方 金子亨认为只要挨打就能赚钱 但光泰却想得更远 真的会有观众喜欢单方面的霸凌吗 他认为大家想看到的 应该是被霸凌的人反抗霸凌者的模样 但其实光泰也没抱什么希望 面对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八哥 光泰生不起反抗的心思 只能假装反抗的模样 寄希望于大家能来劝架 其实已经吓得两腿发软 偏偏八哥还要提起光泰母亲患癌的事情 这让光泰非常生气 一下就冲过去试图撞翻八哥 然而他的力气怎么可能先翻八哥 很快就被八哥砸在地面上 差点被压着继续殴打 没想到此时 一直趴在角落睡觉的红毛就要停了战斗 并表示他们吵到了自己休息 八哥本来不满对方插手 直到看到红毛的长相顿时损了 原来红毛叫打野是综合格斗季的明日之星 这一家伙可是超级能打 弹幕看到打野后也炸了 打野让八哥注意说话的态度 八哥一下就老实了 光泰觉得自己和打野天差地别 打野说完话就继续睡觉 八哥也不敢打了 金子恒觉得光泰确实努力了 这一波收获了不少粉丝 八哥本以为自己手机没电逃过一截 没想到一上号就发现自己被骂造假 此时光泰非常得意 自己虽然被暴打了一顿 但揭露了八哥造假和霸凌的事情 并且立刻登上热搜 引来了大量的讨论 虽然八哥第一时间录了道歉视频 但被录制者坑了一把 说出了观众很蠢 只要道歉就能接受 导致订阅开始大量下滑 陆续有其他博主扒出八哥造假 八哥一夜之间成了过去式 而光泰趁着这个机会崛起 长到了一万五千多粉丝 现在的他也没办法回头了 金子恒告诉光泰 他们接下来的发展方向 就是打架视频 但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时长 油管是靠广告来赚取收益的 要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广告 才能获得收益 然而光泰和八哥干架时间 撑不过一分钟 这连插广告的机会都没有 光泰至少得撑过三分钟才行 如果做不到 他们的频道也就没法赚钱 所以光泰需要用最快的速度 学会打架 但现在根本没时间去训练肌肉 于是光泰抱着好奇心 开始在网上搜索自学打架 没想到发现了一个 没有任何关注的账号 但是里面发了很多视频 不过没有一个人观看 光泰随便打开其中一个 他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这随手一点 便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一个带着攻击头 看起来有些滑稽的男人 出现在视频前 表示打架的第一条例 就是不要激动 不能控制自己 挥出去的拳头 就不是战斗 而是情绪 如果能让对手变得激动失控 对自己就是有利的一方 而攻击头要教的是 武统挨打法 最开始光泰并没有放在心上 认为只是一个 靠着时长片播放的视频 随手就放在了那边 第二天 光泰找到汉堡店的老板 他知道 现在的工作再怎么努力 也赚不够给母亲治疗的费用 女员工们讨论 揭发八个的光泰 准备辞职了 下班听到后 竟然来到前台 和光泰打了声招呼 甚至主动交换了联络方式 光泰做梦也没想到 会有这种好事 正喜滋滋的和女生聊天 金子恒跑过来问光泰 传两个视频 成为十万粉丝的博主 什么感想 可恶 我也想要这样的粉丝掌握 金子恒说 光泰这个粉丝上涨 简直是业内奇迹 然后问他找到 挨打超过三分钟的办法了吗 光泰想到那个攻击头 表示自己还要再想那个办法 金子恒表示 不能再拖了 现在正是热度最高的时候 漫画出的比较早 但凡在现在 估计就开始带货了 光泰对十万粉丝 还没有什么实感 直到陆媒找到他们 想一起直播 陆媒表示 自己本来就不喜欢八哥 再加上粉丝想看他和光泰直播 光泰和金子恒 差点难过美人观 此时八哥冲了进来 愤怒的想要殴打光泰 光泰发现 八哥的反应 和昨天那个攻击头 说的一模一样 正准备按照攻击头的说法 尝试无动挨打的技巧 金子恒在后方按下了快门键 这才让八哥临阵脱逃 毕竟他也不想 自己的名气跌落谷底 金子恒还在邀功呢 光泰却意识到 攻击头似乎不是在撒谎 之后 光泰和金子恒讨论 要拍什么视频 金子恒直迟没来 光泰就和夏帆聊上了天 夏帆对光泰其实挺有好感 否则也不会找光泰 主动交换联系方式 然而 光泰因为出名 却被别人盯上了 还被强行带到了角落抢前 金子恒赶到现场 却被一拳干趴在地 抢劫犯还抢走了光泰的手机 以防他跑去报警 光泰失魂落魄 这手机里可是有女神的微信啊 没想到此时 金子恒露出微小 原来 从光泰被带到小巷时 这家伙就在远处偷拍 那对抢劫情侣 在这一带很有名 此时正是赚钱的好机会 为了钱和女神的微信 光泰硬着头皮上了 光泰找到KTV 并要求那对情侣 把手机还来 脑海中想着 攻击头说的格斗方式 特意站在了抢劫犯的左边 因为攻击头说过 没有格斗经验的普通人 在挥动右手攻击时 身体扭转幅度特别大 只要光泰咬紧牙关 在对方力道发挥出来之前 主动用坚硬的前额 撞上对面的拳头 就能极大削减对方的战斗力 而光泰发现 确实不是很疼 但当他反应慢一拍时 又想起攻击头说过 没有格斗经验的人 会胡乱回拳 普通人只要摇晃上身 就能躲开大部分攻击 对方打不到你就会心急 而自己差点被打到 只要咬紧牙关 用最坚硬的头颅挡住就行 这样一来 就算挨打也不会痛 金子亨没想到 光泰为了赚钱 竟然主动挨打 真是赶天动地的职业精神 而此时 光泰除了闪避和接招之外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反击 因为他只看了一个影片 学会了武统挨打这一招 早知道就多看几招了 光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而金子亨却知道 他俩这样无头无脑地打下去 只会让这个视频变得十分无趣 之前八哥打光泰时间太短了 现在时间拓得太长 反而变得无聊 没想到此时 有弹幕站出来说 这场战斗 光泰会赢 这个弹幕金子亨记得 是认出了打野的那个大叔 对方似乎很懂格斗技巧 弹幕表示 那个打人的家伙 肾上腺素分泌太快 并没有发现 自己的拳头早已打丑 一旦冷静下来 就会剧痛 果然 抢劫犯顿时哀嚎一声倒下 光泰虽然赢下了这场胜利 但直播赚的钱 根本不够他的医药费 不过光泰仍然很开心 因为他可以给女神回消息了 这个视频发上去后 破了百万播放 四只视频加起来 2500万播放 光泰他们第一次领到了收益 共计200万元 光泰觉得 一播放等于0.1分钱 这点收益好像有点少 金子亨表示 还需要审查一段时间 才能查广告 能赚到这么多 已经算是不错了 金子亨告诉光泰 油管的水可是很深的 光泰打起精神 觉得这个方向可以继续发展 金子亨却说 这次是他们运气好 没有被审查打上黄标 一旦视频被打上黄标 就无法记住收益 可谓是博主们的一生之敌 但凡涉嫌暴力或擦鞭 都容易沾上黄标 此时 路美正好路过窗外 并且一边走路一边直播 看见光泰他们 就像看到了人气的门路 立刻朝着两人追了过来 不过 金子亨赶紧拉着光泰跑了 两人跑到一家服装店门口 光泰看中一件运动夹克 本想着领了薪水 可以买套衣服 结果一看价格 竟然要14万 这都是他给金子亨 付的薪水的价格了 谁知金子亨二话没说 买了一件 并表示这是基本款服装 光泰此刻才明白 有钱人的生活 和自己真的不一样 在他们眼里 这件衣服都不值钱 光泰握着手中的现金 婉拒了金子亨 邀请他一起买衣服 但此时 他收到了女神的消息 一天后 光泰穿着14万的衣服 紧张地站在大街上 不明白女神下翻 为什么会突然邀约自己 光泰非常紧张 决定来个直播 周围人对他议论纷纷 当主播就要接受他人的议论 这是无法避免 而光泰旁边 还有个帅哥博主 在网上人气很高 有很多女粉 而对方看到了街边的一个美女 立刻上前打话 没想到那人就是夏帆 夏帆干脆表示 自己已经有约 并立刻走到光泰面前 惊喜地表示 穿穿了同款的衣服 光泰很羡慕阳光开朗的人 自己个子不高 又不擅长运动 家庭条件也不好 一直以来都没有自信 很想成为像八哥那样会打下的人 这样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 至少还有一席之地 但强者之上还有更强的人 所以光泰最想成为的人 是学校里的格斗大赛天才 打蚁 但现在光泰没有那种想法了 因为女神夏帆就在眼前 当不了强者和阳光开朗的人也没关系 光泰无比希望 时间就停留在这一刻 殊不知 这一幕被躲在小落的短发女生看见了 夏帆和光泰走在街上 手不小心碰在一起 夏帆有些不好意思 光泰都已经想到婚后生活了 甚至孩子都爆俩了 被夏帆的声音唤醒才反应过来 光泰解释 自己平时沉默寡言 夏帆看起来有些失落 周围人议论纷纷 大家都认为夏帆是个大美女 还和光泰穿了情侣装 觉得鲜花插在牛粪上 亏了 光泰自卑 不想让夏帆被别人议论 所以默默脱下了外套 夏帆看在眼里有些不悦 随后 两人一起点了餐 夏帆和光泰分享自己喜欢的甜点 问光泰 吃完后要不要去走走 光泰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夏帆一直在主动聊天 光泰不会聊天 一直冷场 夏帆沉默了一会儿 连甜点都没吃 就表示先离开吧 她是因为很喜欢咖啡厅 才带光泰来这里 看光泰不自在 才决定离开 夏帆说 和光泰发消息聊天很开心 但是真正见面 发现光泰似乎不是很想和自己说话 所以对主动约光泰出来表示抱歉 光泰这才鼓起勇气坦白 自己是担心夏帆被别人说闲话 又回答了夏帆先前问的自己的兴趣爱好 还说自己是第一次和女生约会 夏帆长得太漂亮了 她不好意思看着夏帆的脸说话 夏帆被夸得瞬间脸红 然后发现 光泰汗流挟背了 看到光泰如此坦诚害羞 夏帆顿时被逗笑了 跟踪两人的短发妹子感慨 这光泰还挺有本事嘛 两人继续在街上散步 光泰美滋滋地想 穿着一次情侣装 说不定在外人看来 他们就是情侣呢 此时夏帆接到了小学同学的电话 对方似乎也在刚才的咖啡厅吃草莓圣袋 夏帆说 他们小学时关系不错 后来断了联系 最近又碰巧遇见 恢复了联系 夏帆还说 好友和光泰是一个学校的 光泰好奇地问起名字 夏帆说了打野的名字 光泰顿时厉害 因为打野在他眼里就是人生赢家 自己从来搭不上话的打野人 竟然和夏帆是朋友 夏帆问光泰认识打野吗 光泰不想在这里设了下风 硬着头皮谎称 自己和打野关系也不错 他不在乎被别人说坏话 不想让夏帆觉得自己很阴沉 但光泰怎么也没想到 打野就在他们后面 还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而且打野穿着同款的运动服 这惨烈对比也太可怜了 有点恋爱光泰了 前一秒还在吹牛说 自己认识班里的大哥 后一秒就被大哥正面撞上 光泰尴尬的脚趾扣地 只是没想到打野竟然会配合他 虽然连名字都没记住 但还是问起光泰直播的事情 还说两人穿的是一样的衣服 三个人都穿同款 一起走在街上 但不论是谁看了 都会觉得打野和夏帆才像情侣 光泰格外地像电灯泡 他对一直赖在这里的自己有些厌恶 于是谎称自己脚痛离开了 夏帆有些失落 却不知道该如何叫住光泰 而金子亨竟然把这一幕直播了出去 金子亨一把把光泰揪了过来 并告诉他 恋爱这种东西比的是谁更勇敢 竟然眼前出现了强劫的对手 光泰为什么要放弃大好的机会 给别人制造独处空间 但在光泰看来 只要自己不比就不会输 金子亨表示 某位知名的篮球教练曾经说过 一旦放弃比赛就结束 可恶 教练 我 我想谈恋爱 金子亨告诉光泰 想想主动约你出来的人是谁 还有愿意请你喝咖啡的人是谁 要是一个女生真的对你不感兴趣 怎么可能会主动叫你出来 还请客 而且光泰离开时 夏帆看起来很失落 这种情况 难道你还要放弃吗 光泰感动坏了 金子亨说的怪有道理的 金子亨微笑 我们不是朋友吗 总感觉这家伙没逼好的 果不其然 光泰刚鼓起勇气 准备去找夏帆 金子亨就拿着直播摄像头 追了上去 看好友告白被拒 简直太棒了 弹幕都无语了 金子亨这逼脸不要 怎么好意思说是朋友的 而此时 光泰冲到夏帆那边 表示自己的腿神奇的好了 打野甚至还和他开了个玩笑 随后就起身准备离开 光泰这才知道 打野下周有比赛 所以只能吃一次草莓甜点 两人并没有约会的打算 只是光泰没自信 所以跑路了 打野离开时告诉光泰 他看过光泰的直播 自己也在练格斗 还说光泰和抢劫犯对峙的招数是格斗技巧 认为光泰是故意没有做连续动作 只有光泰一头误水 那个攻击头的视频不是只有他在看吗 光泰和夏帆获得了独处的机会 他非常紧张 问起了夏帆的理想型 夏帆一下脸红 害羞地说自己喜欢诚实的人 光泰决定诚实地告白 正打算说自己的理想型就是夏帆 夏帆有些羞涩 似乎非常期待光泰的回答 可就在此时 光泰一把揪出草丛里的金子亨 正准备把金子亨赶走 却发现金子亨鼻青脸肿提醒他快跑 原来金子亨的直播被八哥发现了 所以这家伙带着人来围堵光泰 甚至当着光泰的面骂夏帆 因为夏帆拒绝给他联络方式 却选择和光泰出来约会 听到八哥骂夏帆 光泰非常生气 但他冷静下来 想用之前的招数对战八哥 不过却被对方下勾拳打飞 这家伙看过光泰的视频 光泰昏昏沉沉 想起八哥说过 这一招只要被识破就不好用了 光泰很后悔 为什么没有多看这个视频 还有后面的连续动作究竟是什么 光泰觉得自己的出生条件很差 虽然直播会被人指指点点 但只要赚到钱就好 只要手头有钱 他就能回归正常高中的生活 光泰觉得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但即使是自己挨打也没关系 不想让夏帆被这群人欺负 所以哪怕一直挨打也请求 八哥让夏帆回去 夏帆一直在挣扎 试图阻止他们欺负光泰 光泰唯独不想让夏帆 看到自己懦弱的模样 但他被逼着在夏帆面前 给八哥下跪求饶 八哥还让光泰脱了裤子求饶 不对 脱裤子是要干什么呀 兄弟 你 金子亨也被他们胁迫要求直播 八哥说 只要光泰肯脱裤子道歉就原谅他 但让光泰没想到的是 夏帆竟然比他还有骨气 一巴掌抽在八哥脸上 八哥一怒之下准备殴打夏帆 想让金子亨他把视频转过去 不好在直播前打女人 但夏帆衣袖咬牙没有求饶 没想到此时 光泰却脱下了上衣和裤子 八哥觉得 这样一来 光泰脸就丢光了 而自己开的直播 又可以收获一批特殊粉丝 只是他没想到 光泰竟然打算连内裤都脱了 因为这样就算擦边 会导致八哥的直播被封禁 这是光泰最后的反抗 可一旦这么做 他就彻底失去尊严了 没想到此时 打野却赶了回来 把姚库和光泰给焊死了 他看到直播就赶了回来 并且瞬间就把这伙人暴打了一顿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八哥 此刻也是跪地求饶 打野问夏帆有没有受伤 夏帆非常担心光泰的情况 打野却把夏帆给拉走了 说给光泰留一点东西吧 而站在树下的短发少女 看到这一幕 竟忍不住跟着流下了眼泪 光泰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些悲惨 究竟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奇怪的 究竟是从出生开始 还是父亲离开家时 不都不是 最开始的光泰也很积极向上 身边也有不错的朋友 直到遇到八哥为止 他莫名其妙的挨打和侮辱层出不穷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但这就是校园霸凌 此后光泰开始厌恶上学 害怕和别人对上视线 头颅越变越低 逐渐变成了一个阴沉的人 光泰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 他只能跪在雨中嚎啕大哭 金子亨难得良心发泄 感到愧疚 而八哥自从本性暴露后 又开始了新的直播 他已经不在意那些人黑自己 只要有流量 有播放 有钱赚就行 金子亨又成了他欺负的对象 此刻金子亨非常担心光泰的情况 因为光泰已经好几天没来学校了 他想跟光泰道歉都没机会 另一边 下翻也打不通光泰的电话 光泰一绝不振了吗 没有 他反而升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抗之心 他要改变自己 向那个攻击头学习格斗技巧 攻击头说 想要成功 就只有对自己的愤怒 才能推动前进 今天要教的是 如何打败普通人的技巧 这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训练 谁要做到脱胎换骨 是不可能的 此时 八哥还在通过直播殴打金子亨 威胁光泰赶紧出来 而金子亨即使被打得鼻青脸肿 也在直播镜头中 劝光泰不要来学校 没想到光泰已经来了学校 没想到短发少女 立刻冲进了两人所在的教室 而光泰将手机丢给金子亨 上头已经开始了直播 金子亨的改变也不是瞬间的 光泰倒台后 金子亨曾经找到陆美 想和他合作 八哥却把金子亨打了一顿 认为他墙头草两边倒 比光泰还要招人恨 周边的同学对被打趴在地的金子亨议论纷纷 觉得金子亨就是一个烂人 金子亨承认自己是烂人 为了活下去过正常的生活 讨好比自己厉害的人有什么错 自己成绩不行 长相不行 想要站得比别人高 就只能这么做 感觉这个世界观还挺畸形的 漫画是韩国改编的 不知道是不是有夸大嫌疑 但韩国的校园霸凌真的这么严重吗 有在韩国留学的留子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真实情况吗 没有一个能帮金子亨出手的朋友 而八哥竟然在暴露本性后重新开播 直接变成了不良主播 反而又收获了90万的订阅 反而光泰的账号人气一直在流失 一直没有上传视频 肯定会被放养 此时金子亨表示想冲刺百万订阅 于是要求金子亨去把光泰带到学校来 只要通过殴打光泰涨到百万粉 八哥就打算再次让金子亨当自己的摄像师 金子亨兴奋地答应了下来 放学后立刻找到了医院 准备问光泰的母亲要光泰的助政 虽然之前去过光泰 但那里也属于平民区 房子都一样 他又是路痴 根本找不到 母亲也没有问理由 直接给了金子亨地址 只是谁也没想到 第二天金子亨并没有把光泰带来 并且还在直播中劝光泰别来学校 说八哥做了打光泰的活动 一旦光泰来 肯定会被欺负死 八哥没想到 金子亨竟然愿意护着光泰 将金子亨摁在地上暴打了一顿 金子亨是真的突然良心发作了吗 其实不是 最开始他确实想拉光泰当电背 可光泰的母亲却说 光泰来探望他时 时常会提起金子亨这个朋友 还说交到了第一个朋友 去上学都变得开心了 金子亨沉默了 他一直以为自己油腔滑掉 没有真心的朋友 但光泰却在母亲面前说 他们俩是好友 所以金子亨不想再背叛朋友了 只是没想到 光泰竟然来了学校 并且还让他帮忙直播 说这次直播的标题 是打赢普通人的办法 光泰真的找到办法了吗 那也未必 此刻还在镜头前强撑 手上还写了要说的台词 光泰预料到了八哥的第一步 并且开始摇晃上半身 躲开攻击 八哥觉得他是故技重施 只要一发上勾拳 就能解决光泰 关于这招 光泰回去看了攻击头的视频 觉得上次丢惨了脸 都不好意思回去发视频了 可不发视频 母亲的医疗费又不够 但光泰想起了攻击头的视频 这是第一次教会他打架的奇迹视频 于是光泰根据攻击头的视频学习 如何打败普通人 开始疯狂补充营养 试图打造好体格 但是打在一起的那些营养 根本喝不进去 直到听见攻击头说 可以买蛋白粉 光泰这才反应过来 随后攻击头又说 需要意志力 以及疯狂锻炼身体 否则吃进肚子里的营养 就会被排泄掉 光泰根本舍不得高昂的蛋白粉 所以只能拼命锻炼 攻击头表示 光泰最好的训练方式就是游泳 而且最好是握拳游泳 光泰照做了 只是他根本不敢去泳池 先不说价格很贵 而且那里全是现充 所以光泰直接在澡堂游泳了 攻击头也直说了 哪怕光泰努力锻炼了一个月 体制也不会瞬间有改变 这种东西就像练级 只能慢慢刷上去 所以他要教光泰一招 是格斗冠军曾经说过的 对付普通人的最好一招 不是拳击 是需要将重心偏移在一只脚上 然后迅速扭伸侧踢 只见光泰把腿奔出 往前一倾 全身力道灌注在左脚 右脚猛然踹向巴哥的小腿 巴哥身体瞬间弯曲 这一招光泰苦练了一整月 整整踢了一万多次 努力绝对不会背叛他 巴哥嘲笑光泰 这也好意思叫低踢 侧踢是要踢在大腿上 格斗技巧怎么可能自学成功 但有些像大叔语气的弹幕出现 表示大家都错了 光泰踢的位置是对的 而此时 打野竟然也开口了 说光泰是故意踢的小腿 因为在综合格斗技里 能够最大化活用的 就是小腿低踢 哪怕是外行人来用这一招 效果也是格外的好 在综合格斗技中 这一招也是臭名昭著 但小腿低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哪怕是职业选手被瞬间踢中 都有可能从第一回合开始跛脚 打野觉得 这招不是初学者能驾驭的 先前他就觉得光泰有天赋了 此时光泰正在和八哥拉开距离 攻击头说过 打架不是擂台比赛 没有裁判 适当的逃跑才是正确的 只有不被抓到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光泰一边逃跑 一边抓住机会 踹八哥的小腿 而此时 打野很疑惑 为什么光泰不使用下一招 此时 八哥挡住了光泰的低踢 认为他只会这一招 一个月之内 怎么可能学会两招 但攻击头早就料到了 所以才会有光泰在澡堂 握拳游泳的画面 当八哥所有的注意力 用在防备下半身时 光泰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 八哥瞬间飞了出去 现场人都沉默了 八哥的小弟 在震惊后反应过来 想殴打光泰 金子亨立刻挡在了光泰身前 表示 他们敢动手 自己就敢诅咒他们烂皮眼 毕竟光泰可是在母亲面前 把他当做朋友的人 没想到 那两个小弟竟然怂了 金子亨还以为 是自己吓到了他们 殊不知 是达野站在了两人身后 达野非常开心 拍着光泰的肩膀说 他做得很好 所以没必要再哭了 结果 光泰一边哭一边求订阅 真的好强的视野心 之后八哥就再也没来过学校 这一期视频的播放是77万 光泰知道自己并没有打赢八哥 八哥不来学校 是害怕自己跌落神坛的事实 之后 光泰的粉丝也在上涨 他也在医疗费之外 给母亲买了新衣服 比他自己之前的那件贵得多 此时金子亨带着水果 来探望光泰母亲 结果意外得知 光泰之前说的朋友是打以不过 光泰现在也把金子亨 当做了自己的朋友 虽然是废柴 但人其实不坏吧 金子亨表示 他们的事业也发展起来了 现在需要招一个剪辑师 自己虽然会一些摄影和剪辑 但在剪辑方面 到底是不如专业人员 光泰表示 想法很好 但是要在哪里招人呢 金子亨表示 现在大家都不用招聘了 所以他直接打开了直播准备招人 不过弹幕也很抽象 各种千奇百怪的人都有 光泰尴尬地问 有没有会剪辑的人 弹幕表示 要是会剪辑 怎么可能会在这里看直播 此时 之前一直留言的大叔弹幕 突然发消息表示 自己会剪辑 这个大叔弹幕 老是操着一嘴脏话 但经常会给光泰的格斗技巧 做解说 金子亨不是很新人的样子 但光泰认为 有人毛遂自尽 当然得先见一面 年龄不是问题 技术才是最重要的 直播结束后 双方确实留下了联络方式 但这位弹幕的风格 看起来年纪很大呀 光泰说 自己给大叔留了地址 对方表示 可以过来找他们 金子亨总觉得不是很靠谱 没想到此时 一个漂亮的短发少女 出现在门口 并表示 现在就可以开始面试了 班上有人认出 短发少女是高一的秋天 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可爱 不过似乎没办法融入班级内 因为明明外貌很可爱 但说话却和大叔一样 原来 秋天是在国外长大的 通过网络学习的母语 所以说话态度很像大叔 金子亨刚想嘲笑 秋天说话像大叔 结果被秋天抓住了手指 金子亨瞬间心动 瞬间连婚后生活都想好了 结果被狗给抽醒了 金子亨觉得秋天太可爱了 当节拍板表示要录用秋天 光泰嘴硬 说必须得看看作品 秋天拿出作品 里面确实剪得很不错 还放大了一些观众的留言 秋天表示 观众的留言很有趣 所以适当放出来 会很有节目效果 其中的画面 还有光泰差点被拔裤子的场景 秋天还给细心打了马赛克 光泰非常羞耻 选择录用了秋天 只是他很好奇 秋天有这样的实力 为什么会来他们这里 秋天起初对光泰也不感兴趣 只是看到光泰反抗霸凌时 眼神里的不甘和愤怒 让他停下了脚步 所以他愿意加入光泰的团队 金子亨很高兴地和秋天握手 之后就在网站上发布了视频 说他们招到了新的剪辑师 夏帆看到视频有些不悦 光泰明明有时间发视频 却不联系自己 哪怕打个电话也好呀 夏帆失魂落魄地离开学校 却在街头看到一群人围住游戏厅 好奇的观望 便发现游戏厅外面 倒了一大群混混 最里面的少年正若无其事地打着游戏 有大块头跑过来质问少年怎么回事 此时输了游戏的少年却管他要100元 另一边 金子亨正在给光泰介绍 奶山高中的一个学生 林央 对方之前是隶属于综合格斗团的成员 但因为不当行为遭到解雇 在外名声非常不好 据说那个高中的学生都被这家伙揍过 但金子亨却嘲笑那个高中的学生 说这个林央 其实是学跆拳道的 金子亨似乎很看不起跆拳道 认为跆拳道只需要注意对方的脚 只要在对方发动攻击之前 抱住对方的脚就可以了 此时秋天站了出来 说金子亨还是不懂行 所谓的跆拳道不能实战 只有外行人才会这么认为 不适合打架的是竞技类跆拳道 实战跆拳道可是以打倒对手为宗旨的 战力式格斗技 曾经有人将格斗技高手们聚集起来 做了一个测试 主要测踢腿的速度与威力 跆拳踢腿时速高达209千米 威力达到635千克 卡布耶拉时速168千米 威力816千克 跆拳道最快时速219千米 威力1043千克 简直是断层碾压 光泰表示牛逼 所以这家伙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金子亨淡然地表示 他们的频道不是拍找小混混打架吗 这个羚羊就是光泰下一个对手了 光泰震惊 想杀人你就直说 不必这么拐弯抹角 金子亨说 普通人都很看不起无法实战的跆拳道 但秋天却表示 跆拳道已经被格斗机认可 虽然大部分看起来滑而不实 但其中有一招 连综合格斗高手也会害怕 那也是唯一一招可以背对对手的技巧 这一招极具杀伤力和准确性 一旦命中难逃致命伤害 那就是后拳踢 一脚就能踹中心窝 把人踢晕过去 狠一点 甚至能直接踢死 光泰很感激观众提供消息 提供的很好 下次别提供了 这种怪物他要怎么对付呀 此时的光泰还不知道 必胜的手段近在眼前 攻击头缓缓露出微笑 凌羊是奶山高中出了名的恶魔 对方原本是有名的跆拳道选手 却因为别的原因离开赛场 在学校里 只要是想要的东西 就一定要弄到手 并且还会践踏那些人的孙眼 所以观众将凌羊的情报给了光泰 光泰一边看情报一边直播 吐槽 这玩意儿谁打得赢啊 金子亨让光泰别忘记和观众的约定 光泰无语了 只是想和混混打架 不是要挑战前职业选手啊 八哥却对凌羊的作为感到愤怒 而光泰找不到和凌羊对战的理由 只是因为一个陌生人给他提供了情报 就要和另外一个陌生人莫名其妙地打一架 这也太荒唐了 而此时 凌羊一心想变成有钱人 被一群混混挡住了去路 他二话没说 将其中一人踹了出去 但三人中的大块头觉得 凌羊不过是有点运动功底 认为凌羊哪怕是前选手也没什么用 那种战斗只不过是看技巧 跆拳道这种花拳绣腿 怎么好意思叫格斗 只要自己抓住了凌羊 他就没办法攻击自己 结果凌羊闪身躲过 一个后踢就把这个胖子给毒打了一顿 并且从头到尾都没有放过他们 起初是只要对方一百元 拿出来就要一万元 再给就要一百万元 显然是不打算饶过这帮人 殊不知这一幕被躲在角落的金子亨 全程露了下来 金子亨觉得凌羊简直有病 放着找茬的家伙不打 专门打人家的朋友 金子亨觉得这种人可不能招惹 万一光泰惹到他挨打的岂不是自己 于是光泰他们决定放弃凌羊 结果凌羊已经出现在他们身边 此时秋天也赶了过来 本以为秋天脾气直 说不定会和下翻一样动手 结果秋天还是挺正常的 该怂的时候认怂 三个人老实芭蕉的准备跑路 谁知道凌羊认出了三人 并猜出三人最开始想和自己打架 于是表示自己要拿走光泰的账号 如果光泰不同意 就把金子亨打了一顿 金子亨不是 你有病吧 光泰知道这个凌羊恐怕有点奇怪的癖好 喜欢看别人 因为朋友被欺负而 为了让频道继续下去 金子亨出馊主意 去挑战凌羊 结果亲眼看见凌羊是如何打人之后 金子亨怂了 但现在想跑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逮倒了三人 而且凌羊不直接对光泰出手 就对着光泰朋友下手 喜欢看别人打不赢 又拿他没办法的样子 然而凌羊态度又十分凶残 光泰在脑海中 试图用打赢普通人的方法对战 但不论如何都不是凌羊的对手 毕竟人家打从一开始就不是普通人 于是他表示 要把账号给凌羊 总不能让朋友挨打呗 要不然就故作一副不要脸皮的样子 只要没脸没皮 不在意朋友 没有道德 就不会遭到凌羊的道德绑架 就连凌羊都被他无视到了 给了光泰一巴掌 最终金子亨住院 只是挨了一小就断了肋骨 光泰认为自己答应的挺好 不然就不是断一两根肋骨能解决得了 他不想和这样的疯子扯上关系 最好还是叫警察来 金子亨说 即使如此 他也不想将账号给凌羊 看到光泰鼓起勇气 跟八哥干架的时候 其实金子亨内心非常感动 觉得原来普通人也能成为硬骨头 要是自己再多一些勇气就好 现在的光泰 难道就没有自尊心吗 没想到 光泰却表示自己没有自尊 就为了区区自尊 就要和那样的人干架 他看起来是什么蠢货嘛 八哥这场 不通的混混 但林秧可是前职业选手 自己真的很害怕对方 不论自己用怎样的招数都打不应 他经历过疼痛 害怕有什么错 只能说句抱歉了 此时光泰出门就看到秋天 过来看金子亨 金子亨让秋天先回去 说自己想单独冷静一下 秋天离开后 光泰却听到金子亨在痛哭 原来金子亨对秋天有好感 在秋天面前丢脸 让他很不是滋味 这番话让光泰想起了 自己在下翻面前的表现 于是当天下午就找到了林秧 同时听到路人在聊 林秧当初不是主动退出格斗俱乐部的 光泰表示自己过来交货 但其实已经开了直播 光泰表示交账号可以 但不是现在 还说自己会在一个月后打败林秧 光泰觉得自己是在逃打 可是一时热血上头 还是做了宣战 不过林秧非要抢光泰的账号 光泰干脆挑衅他 怎么了 害怕一个月后输给我 林秧一脚踢断了后方的游戏机 主要是一个月后约时间地点 光泰面无表情 但实际上差点吓得尿裤子 事后他把这件事告诉给了金子亨 也没有说自己的想法 光泰表示一个月时间不长 回去后就立刻开始练习 这次他要跟着攻击头 学普通人打败台拳道的方法 最开始攻击头说 普通人根本打不赢台拳道 当时光泰人都裂开了 攻击头嘲笑 用常识想想 普通人怎么能打赢职业选手 按理来说 这个时候放弃才是最好的 正当光泰紧张地想办法时 攻击头却说 只是在擂台上按规则打不赢 但他要教的是打架的方法 街头打架很简单 只要让对方用不出踢腿机就可以了 所以选好场地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容易打滑的地方 不论哪种招数 只要场地受限 再强也发挥不出一半的势力 于是光泰想着选下雨 只有狭隘的地方 场地是一回事 但训练还得继续 比如小腿低踢 不一定派得上用场 但万一呢 所以要精益求精 所以光泰一边训练 一边寻找场地 攻击头说 即使如此 光泰的胜率也只有5% 不过他知道一招 能够把胜率提到40%的技巧 这一招就是抱腿摔 所以光泰这段时间 一直在水中训练阻力 另外就是核心的力量 金子亨他们过来找光泰 就发现光泰把自己掉在衣柜里 差点给大家吓死了 随后秋天在光泰家 发现了一蛇皮带的东西 就是攻击头说的 再提高10%的胜率方案 光泰要定时锻炼自己的腹肌 被金子亨吐槽 这就是临时抱佛脚 光是锻炼肌肉 怎么可能打赢林羊 但秋天却说 这样练很好 因为跆拳道的后腿踢 就算轻轻蹭过也很危险 为了挺住攻击 光泰一直在有效锻炼 此时秋天直接脱了外套 上前狂踩光泰肚子 并表示 这样练才叫上强度 金子亨在旁边羡慕死了 不少人都在等一个月后的今天 光泰也非常的紧张 他都选好了小小后方 只要等到下雨就可以施展绝技 然而光泰的运气实在堪忧 别说下雨 这连这两天都是大晴天 光泰的好计划就崩溃了 因为公鸡头说过 如果不能让场地打滑 光泰就别想打赢对方 金子亨还在感慨 这两天没下雨真是太好 这样直播画质还能增高一些 没想到光泰拔腿就好 只是林昂这时也在看直播 看到光泰逃跑还嘲讽可爱 没想到突然被兜头泼水 光泰竟然找到了林昂所在的位置 而且紧记打架的第一招 先把对手击落 然后强行在厕所附近 制造了地滑的效果 想着只要封锁对方的腿机 就能动手 然而林昂却狠狠地给了光泰一拳 他又不是只会用腿机 光泰被抽得眼前发白 林昂问光泰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难不成这就是他所有的绝招 没想到光泰上来就是一个小腿DT 因为他穿的防滑鞋 光泰虽然痛得要死 但还是没忘了 打架要撑够三分钟 不然就没法插广告赚钱了 光泰确实设计的挺好 但是林昂的速度并没有变慢 甚至脚步也很稳 如果说打八哥只需要拉开距离 那么对战林昂 光泰简直是在白给 这家伙哪怕脚下有水 地上打滑 底盘也是稳的 职业选手的步伐 可是做过专门特训的 但光泰也苦练挨打多年 只要找准机会就是一招小腿DT 他只能不断消耗对方体力 找准机会发动攻击 旁边的金子亨尴尬脸红 哥们儿能不能别一边喊招式一边进攻 看起来实在太中二 还是说光泰有别的想法 莫非是想像上次对战八哥一样 先将对方的注意吸引到小腿上 然后再用拳头骑袭 金子亨猜对了一半 不过光泰这回用的不是拳头 而是爆腰 上次对战八哥没成功 是因为暴走了方向 经过攻击头的指点 光泰这次卡住了林阳的吸窝 成功把林阳扳倒在地 这样一来 他的获胜概率提升到了50% 但也只有这一次机会 攻击头提醒过光泰 不能挥动拳头 所以光泰一直以来 要单杠学的技能 其实是可以压迫锦都卖的技巧 在格斗技中称为角技 这一招需要对方10秒才能运过去 光泰一直以来都在训练体力 心中默念10个数 但林阳却说 光泰漏掉了他的脚 还看出光泰从来没有在实战中用过这招 这一招实在太过激动 所以光泰办了打架的第一条 情绪主导了大脑 所以光泰没做好基础姿势 被林阳反杀了一波 林阳表示 光泰能做到这一步 认可了他 但此时有弹幕说 林阳是故意被光泰压制的 原来就在刚才林阳反击的时候 光泰脚下的防水鞋被抢了 普通职业选手 怎么可能会轻易保帅 如果这一招输了的话 光泰最好赶紧开溜 因为一旦跆拳道选手 重新掌握了腿技 那么光泰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 林阳等的就是这个时候 而此时 打野正在咖啡厅里询问下翻 要不要看光泰的直播 下翻因为光泰之前一直不回消息 有些生气 但听说光泰占据了上风 开心 刚要看屏幕 打野就叹气 说光泰还是太过激动 没有掌握好姿势 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说着就关掉了手机 并告诉下翻 现在不看 反而是保留了光泰的尊严 而此时 林阳确认了这双鞋子不滑 光泰本来都打算放弃 金子亨提醒他 难道你不想赚钱了吗 为了关注老爷们 光泰又爬了起来 讲起 攻击头说过 弹旋道只有使用双脚 才能发挥真正的威力 根据金子亨之前调查的情报 少帅似乎更惯用右脚 但现在他只有右脚穿了防滑鞋 为了不摔倒 肯定会先使用左脚 但林阳左脚也很厉害 光泰被踢了一下 大脑都空白了 连金子亨的声音都听不清 攻击头说过 一旦对上这种对手 光泰一个月的努力将会排飞 而此时 林阳已经一招被踢 将光泰排飞 转身准备拿走金子亨的账号 此时金子亨却突然喊助手 但并非对着林阳喊他 而是劝光泰放弃对战 原来光泰再次爬了起来 并且冲到了隔间内 他还记得攻击头说过 要限制战斗的场景 金子亨想过明白 光泰为什么要拼到这种途律 光泰想起金子亨和自己遭遇 再次大喊 希望观众朋友们点点订阅 他没有告诉其他人 自己主动找死并不是为了钱 而林阳刚准备再来一招被踢 没想到光泰躲在隔间 并不是为了限制他的攻击范围 而是靠着隔间上面的杠条 把自己甩起来骑在林阳身上 这一次姿势非常完美 就连打野也忍不住瞪大眼睛 此时林阳被光泰的双手绞住 在林阳看来光泰比自己矮 体重也不行 打这样的人简直就是打玩具 可是他没有想到 被自己当做玩具的家伙 竟然让他感觉到了无能为力 就像当初在赛场上那样 被对手狠狠挫外的滋味 让他下意识地做出了投降反应 这对职业选手来说是最屈辱的手势 也是向观众承认自己投降的行为 然而光泰又不是格斗选手 处于肾上腺素爆发的他 一直在心中默念十个数 直到对手晕倒前绝不能放手 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林阳 想起了赛场上的记忆 当时他也是被这一招放倒的 而放倒他的人正是打野 只是光泰在掐晕林阳后并没有离开 反而拉着金子亨给林阳做了腿部按摩 直到林阳彻底醒来 林阳质问光泰为什么还不走 光泰说自己只是担心他 并且将林阳一直很看重的手表还给他 那个手表是跆拳道协会的手表 林阳突然笑了 然后一拳把光泰垂到墙上 承认自己输了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并表示他们俩下次再敢出现在自己面前 自己绝对不放过他 等到林阳彻底离开 光泰和金子亨顺势插入广告 成功完成了直播 剩下的就是看剪辑师的效果 靠着秋天的剪辑 这个视频一下破了300万播放 频道订阅也达到了19万 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 自己的这支视频却招来了悲剧开场 夏帆最近一直在看光泰的直播 而他最近遭到了一个胖哥黄万鸡纠产 对方一次点了许多汉堡 而且每次都问夏帆要联络方式 夏帆玩具的同时 也想起之前帮过自己的光泰 明明之前光泰帮自己走出困境 可他却在那个时候离开了 这让夏帆内心非常愧疚 秋天在剪辑光泰和林阳对战的视频时 非常担心光泰的情况 而此时菜市场那边 黄万鸡扛着几百斤的猪 轻描淡写地走了出去 有商家对他议论纷纷 说这个黄万鸡曾经是摔跤手 也难怪力气那么大了 而黄万鸡一边扛着猪 一边看光泰的视频 觉得自己要是打败了光泰 说不定就能获得更高的人气 此时光泰和金子亨 还在聊视频播放的事情 不过光泰觉得 林阳和他之前接触过的霸凌者 不太一样 当时他把手表还给林阳时 觉得林阳的表情不对劲 总觉得两人还会有机会碰面 金子亨很惊讶 没想到光泰对林阳没有愤怒 光泰好奇地问金子亨 林阳后来怎么了 金子亨说 这事闹得还挺大 因为林阳颜值很高 晕倒之后巨好看 收获了超高的人气 要是对方突然开始玩网络账号 估计只要靠脸 就能迅速吸到20万粉丝 不过他本人似乎毫不知情 光泰落下眼泪 该死的林阳 他恨这个看脸的事情 另一边 秋天因为是在网络上学的语言 所以说话风格很像大叔 为此班上有些小太妹会来找茬 在他们看来 秋天就是在装可爱 而且他们并没有把光泰放在眼里 觉得光泰不过是拍视频搞噱头罢了 什么梧桐挨打法 根本就是笑话 但秋天却说 梧桐挨打法连职业选手都在用 眼看秋天就要被找茬 这个时候金子亨赶到了现场 虽然是二年级的学长 他根本没有被尊重 反而还被几个学弟给打倒在地 眼看这家伙就要对秋天下手 光泰一把抓住了这人的手 这群人仗着身高还在嘲笑光泰 认为光泰不过是和林秧打配合拍的假视频 光泰觉得这些人完全没有林秧恐怖 于是决定给林秧摆出气势 结果还是遭到了戏怒 眼看这个学弟就要动手 没想到光泰身后出现了打野 几个人瞬间就怂了 事后光泰三人坐在草坪聊天 秋天觉得 这几个孩子还没长大就学人家霸凌 而且私底下还搞了一个什么三剑客组合 喜欢在网络上拍一些整股路人的视频 总之挺没礼貌的 此时金子亨却向矛头对准光泰 咱们队伍唯一的妹子被欺负了 你怎么能够坐以待毙 光泰也很生气啊 自己又不是不想帮忙 于是他认真告诉秋天 自己刚才确实被吓到了 但下次一定会想办法教秋天能够打赢的办法 秋天顿时脸红心跳 光泰回去后想起打野对他说的话 打野确实把他当做了朋友 但却提醒光泰和夏帆联络说 夏帆最近一直没收到光泰的消息 再这样下去也太可怜了 光泰有些难受 觉得自从上次在夏帆面前丢过脸后 实在无言却面对女神 而另一边秋天已经在记忆中自动给光泰美化了 感觉是对光泰有点心动了 然后看向旁边的人生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第二天夏帆在汉堡店打工 那个黄万机又来蹲点了 这让夏帆十分恐惧 而此时光泰却出现在他面前 试图和夏帆打招呼 但因为被光泰放了两个月鸽子 夏帆其实有些生气 但在看到光泰手上写了一串字 全都是想给自己道歉的话 夏帆还是被逗笑了 看到这一幕的光泰 终于放松了下来 而此时 夏帆却问出了一个致命题 光泰是不是招了一个女剑子 光泰发现夏帆虽然在笑 但是这个笑容好像比了一样还恐怖 光泰只好先解释 他也不明白招剪辑有什么问题 夏帆却突然问光泰 那个叫秋天的女孩可爱吗 光泰心想 这算什么问题啊 没想到此时 秋天也找了过来 认真地问光泰 觉得自己可爱吗 光泰表示 当然可爱啊 秋天在学校很有人气的 秋天和光泰关系确实不错 看到秋天的笑容 连夏帆都忍不住感慨 这个女孩真的很可爱 而此时 秋天却把人生递给了夏帆 还让夏帆不要误会 说光泰总在他面前夸夏帆漂亮优秀 所以想着带礼物来跟夏帆道歉 这样看起来更有诚意 看到光泰一副羞涩的模样 夏帆也有些不好意思了 让光泰回去后给自己发消息 此时 秋天却说自己脚趾很痛 先走一步了 不是 你们这些人失恋都喜欢用脚趾痛找借口吗 第二天 夏帆和光泰恢复了联络 上班路上正开心地回消息呢 突然被整骨三剑客找上了门 还不小心扭到了脚 三人在整完人之后才道歉 如果路人不原谅 反而显得他不大度 而且 三人把下班下到了马路边 此时 一辆车直接撞了过来 同一时间 光泰他们也刷到了三界坑的直播 这些家伙在校外做得很有礼貌的样子 倒是那些被整骨的人 没办法不原谅他们 而且 因为是整骨影片 在外面的播放量也很高 金子恒说 他们订阅人数估计有70万人左右 搞得光泰都有一些心动 不过 金子恒说 他们的视频有好几种整骨方法 而此时 秋天看着视频的剪辑 突然产生了一些困惑 没想到 三剑客带着俩妹子找了过来 又把他们羞辱了一遍 还瞧不起光泰 只有19万订阅 光泰气急败坏 说 他们也可以搞整骨视频 但金子恒的血说 可能 整骨视频风险太大了 如果有剧本整骨的话还好说 但这三人从来没写剧本 这就非常容易发生意外 造成重大伤害 而此时 光泰收到了下帆发来的消息 表情顿时就变了 此时 达野也去了医院探望下帆 听说下帆差点就被车撞 虽然车没有撞到人 但下帆还是扭伤了脚 他把自己遇到整骨三剑客的事情 告诉给了达野 自己被扭伤脚后 还没反应过来 差点就被车撞伤 幸亏那辆小车及时杀住 但三人非但没有道歉 反而觉得这是一个简洁视频的好机会 这一话被赶来的光泰听见 他非常的生气 然后发消息跟下帆道歉 说自己没能第一个赶来看望下帆 还让下帆好好地休息 说自己有别的事情要做 他不会再比自己更能打架的灵阳面前逞强 但光泰也不打算放过整骨三剑客 毕竟下帆被欺负 而他也缺素材 之后光泰去攻击头那里 学了一跳多的方法 金子亨问光泰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难道是因为下帆被欺负了吗 但光泰却说 他不会用打架的方法解决问题 虽然攻击头那边有教一跳多的方法 但这次到底和林阳不一样 这次对方有好几个人 自己恐怕不能打印 所以得另外想办法 而三个人之前还拍了整个视频 比如假装黑道大哥进入电梯下哭雨声 又或者在禁烟的地方抽烟被警察抓住 这两个视频播放得很高 光泰准备找这三人的视频问题 没想到金子亨和秋天一眼就看得出来 比如黑道大哥的那个视频 电梯一共是七八层 女生却在电梯待了足够两分钟 多半是为雇佣来的演员 还有一个警察抓抽烟的视频 秋天去问过警察局 那天警察确实有出警 但并不是抓抽烟 而是有人谎称看到了逃犯 这些家伙用剪辑把假的变成真的放到网上 虽然这些造假放到网上会有人生气 但光泰觉得这还不够 不是能够一下把整骨三剑客搞死的程度 而就在此时 陆美找到了两人 说既然大家都在造假 不如我们也来拍一个造假视频吧 但光泰学说 下翻因为这些家伙造假受伤 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造假的 如果陆美想拍造假视频 就去找那个整骨三剑客吧 陆美还真去找了三人 而且在拍摄完视频后 直言造假也没关系 只要能赚到钱就可以了 三人哈哈大笑 嘲笑那些 看造假视频还上头的上班族是蠢货 一边抽烟一边冷笑 就是有这些蠢货 他们才能拿到钱 陆美婉拒了他们递过来的烟 并询问三人 还要继续拍别的视频吗 想问三人接下来的拍摄目标 结果造假三剑客却说 想殴打光泰 认为光泰能够打赢羚羊全是剧本 陆美震惊 他可听说光泰没有造假呀 三剑客却说 那就用剪辑制造成光泰他们在造假呗 陆美没想到还能这样 三剑客说 观众并不在乎真相 他们只追求刺激 适当的造假和剪辑 立刻就会有笨蛋信以为真 只要给光泰和景子亨贴上造假的标签 他们的直播就完蛋了 而且三剑客的粉丝 有压倒性的数量 那些粉丝只会相信他们 他们早就熟练掌握了 制造黑料污蔑他人的手段 陆美表示 自己没办法做到这一步 所以不打算和他们合作了 结果三剑客却录下了 陆美表示可以聘关注的言论 本想以此来威胁陆美 没想到陆美笑眯眯地翻过手机 说他刚才也录下了三剑客的言论呢 而且不只是录 甚至是直播 因为他和光泰约好了 只要用光泰的手机 拍一下三剑客造假的事实 光泰他们就和他直播呢 三剑客没想到被反将了一句 随时光泰他们也赶到了现场 直播间发现三剑客造假 纷纷发出嘲讽声 而此时光泰三人已经走到了三剑客面前 三剑客震惊 光泰原来有这么高吗 是的 光泰这一招也是从攻击头那里徐来的 之前攻击头说一挑多是不可能的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那就是学会虚张声势 生物界中虚张声势确实能吓走一批人 就连金子亨都感觉光泰今天好像不太对劲 此时光泰神情紧绷 扭个脚就老实了 三人一开始确实被吓住了 但光泰脚下一滑 增高鞋就飞了出去 好吧我就知道 攻击头说的绝对不能露馅的虚张声势 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呢 光泰从鞋飞出去开始就拔腿狂奔 这是他第一次没有依赖攻击头的频道战斗 找到小巷子不开阔的地方 迅速使用梧桐挨打法扛住攻击 随后就是一个小腿低踢 打野和训练时的同伴也在看直播 当打野看到光泰踢出小腿低踢后 就说胜负一分了 其他同伴觉得小个子的低踢应该没什么用 却在听说光泰一个月之内练习了一万次低踢 顿时震惊地睁大双眼 而此时被光泰踢中的两人 看似面无表情 实则小腿已经无法行动了 两个小弟动不了 但那个老大并没有被踢中 打野疑惑对方为什么不动 队里的格斗冠军出生了 说因为那个老大被光泰威慑到了 所以现在只是在嘴硬吧 而此时光泰情况也有些不对 莫名觉得血液加速 心潮澎湃 还在思考下一招用什么 以为这就是肾上腺素 这个时候秋天赶到现场 并且抓住了他们队伍里的女生当作人质 整股三剑客一看有台阶下 赶紧表示不打了 这次事件就暂时落幕 而回过神的光泰觉得很奇怪 自己竟然会认为打架很有趣 他怀疑自己脑袋可能出问题了 而光泰打败整部三剑客的播放 很快破了200万 三剑客也因为直播言论 公开谢罪并暂停活动 关门反省 因为批评声不断 最终三剑客的账号被关停 也不敢在班里面嚣张了 光泰的订阅人数突破21万 他们看似回到了平凡的日常生活 光泰知道夏帆最近似乎被人跟踪 给他发消息说想送夏帆回家 夏帆这会儿正紧张呢 收到光泰的消息放松了一些 他不想让光泰多跑一趟 正准备回消息婉拒 却撞见了之前的黄万机 黄万机看起来非常变态 夏帆问他究竟有什么目的 黄万机说现在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没想到此时 达也杀了出来 他被黄万机掐住了脖子 不过达也面不改色 还对黄万机使用了席兄技能 说是跟光泰学的打架第一条 首先让敌人的情绪被激怒 黄万机以为达也是在抄袭光泰 但达也可是职业选手 达也的师父是拳王罗根 他偶然发现了达也的天赋 而达也也是第一次 遇到黄万机这样拥有怪力的人 见对方力气这么大 达也也脱了外套 准备认认真真打一场 然而黄万机一看到帅哥 气得就撞到了下班 匆匆赶来的光泰见到这一幕 那叫一个气急败坏 面部扭曲的就跑了过来 然后一眨眼就给打晕了过去 这个黄万机吧 也是大有来头 他是搞韩式相扑的相扑选手 而且年纪轻轻就有很高的成绩 不过这家伙最喜欢的就是漂亮妹子 然后最讨厌的就是帅哥 关于黄万机的传闻也很多 说他简直就是个改造人 金子亨他们安慰失落的光泰 被那样的怪物打败不是他的错 哪怕在下班面前丢脸也没关系 他应该庆幸打野当天在现场 不然可能就是警察把他送坏来了 光泰在面对灵阳那样的恐惧后 再去打三剑客那种小混混 就没什么害怕的 可是当他面对黄万机时 还是产生了无法战胜的恐惧 金子和微笑的抚摸他的狗头 人家灵阳是觉得你可爱才手下留情 反正这次对战黄万机没人知道 没想到秋天一看评论区 发现黄万机那家伙已经拍了光泰昏迷的照片 并且还发到了网上去 观众都嚷嚷着要看第二场 不过金子亨怎么都不同意光泰去对战 因为频道要做下去的话 光泰必须得好好活着 跟黄万机打他可能会死 光泰只觉得胸口很闷 金子亨也做了直播解释 说这次和黄万机打架纯属意外 并不在他们的企划当中 眼看着舆论倒向光泰这边 他们也不需要和黄万机打架了 但光泰根本无法释怀 他很怕黄万机还会继续跟踪下翻 于是下意识打开了攻击头的频道 想跟着学会打败相扑手的方法 但攻击头却说不可能 没有经过训练的人 是打不赢琴达格斗的选手的 光泰翻看了新人和琴达选手对打 果然没有一个打赢的 明知道如果去打架会很危险 但光泰心里还是不甘 他心里堵得难受 本来舆论已经偏到光泰这边了 但光泰觉得自己可能是被肾上腺素恐惑了 竟然在几天后突然开着直播去找黄万机 他疯了 虽然觉得打架很有趣 而且上来又揉了黄万机的胸 黄万机无语 不是 你们一个两个怎么都朝胸下手 而此时 林秧正一边拉伸一边看直播 发现光泰这次挑战的对手是像扑手 想起前几天 这家伙来找自己时流露的眼神 当时林秧就觉得 光泰很有趣 还凑得特别近 这个距离不太对 不是要打架 就是要接吻 林秧说了 再见到光泰不会放过他 于是抬脚就给了光泰一下 光泰差点被踹得喘不过气 不过他表示 自己要和林秧学后踢腿 林秧饶有兴趣地问他为什么 光泰表示 因为跆拳道是最强的 是他挨过打以来 吃得最痛的一招 没想到 这话一下戳爆了林秧的好感 这个时候 光泰还在疯狂激怒黄万机 金子亨开始思考 莫非光泰又在别处学了新招 此时光泰上去 就是一脚踹在黄万机小腿上 有肾上腺素加持 光泰这一脚得逞 但金子亨面无表情 根本就不疼 不过光泰也没有放弃 开始疯狂小腿低踢 但不论如何 对黄万机而言都没用 攻击头也说了 相扑这种格斗 为了在沙土堆上对决 而不摔倒 选手的体重和肌肉都有要求 光泰只觉得 自己腿都提麻了 想起攻击头说的 如果遇到这种打不赢的 别管了 先跑吧 光泰二话没说 倒着跑路 金子亨觉得 这应该也是光泰的计谋之一 相扑选手行动速度 肯定不敏捷 这样光泰可以一边跑 一边使用小腿低踢 弹幕说 金子亨还是不懂行啊 这些相扑选手 每天都在训练 黄万机 更是每天在沙地上 跑30公里的人 而这一点 攻击头也跟光泰说过 所以光泰等的就是这一时刻 因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 只有在奔跑时是最没有防备的 那也不是 上厕所的时候才是最脆弱的 不过 黄万机虽然被直接打中脸部 但仍旧用一只手拎起了光泰 黄万机还说 光泰跟个棉花糖似的 什么奇妙的形容 我了 光泰知道 普通人是打不赢 请拿拳手的 所以他跟着攻击头 学了几招技巧 挣脱了黄万机的束缚 试图用之前对林娘的那一招 然而 黄万机脖子太粗 衣服根本拉不动 黄万机还不准别人 对他的头下手 结果 光泰对着他脑袋 就来了一拳 黄万机直接把光泰 举起来往地上搭 金子亨扛着摄像机 泪流满面 都说了 不要和这种大块头打架呀 没想到 光泰提前准备了护具 不过这会儿 也被黄万机扒下了 金子亨劝他放弃 黄万机已经冲向了光泰 而光泰嘴里碎碎念 打击力格斗 绝对不会比秦大哥都差 看直播的 凌羊微笑点头 光泰的眼神 和他那天 来找自己的眼神一样 而光泰这段时间的训练 就是跟着凌羊学的 凌羊说 后腿跑步 可以锻炼腿力 所以他就照着学 就是想学会 凌羊的那招 后踢腿 而人家凌羊 踹的是心窝 光泰这一脚 却是鸡飞蛋打 凌羊非常喜欢 父亲的跆拳道 而且也是明星选手 但是 他从小学习跆拳道的地方 已经逐渐演变成一边教跆拳道 一边补习了 父亲说 现在综合格斗 比跆拳道更受欢迎 只做跆拳道训练 他们是吃不饱饭的 但凌羊好不容易 拿到了第一 证明了自己 为了给跆拳道喜庆无名 凌羊决定 要证明跆拳道是最强的 所以在听到光泰 夸跆拳道 是他见过最强的招式后 凌羊对光泰的态度 简直如母春风 还把自己小学时 穿的训练服给了光泰 还夸光泰可爱 非要光泰教自己师傅 光泰总担心 这是什么星星霸凌 跟着学了很久 结果一脚踹到 人家黄万基的鸟上了 金子亨都看无语了 这招也太无耻了吧 算了 打架这样很正常了 但是他没想到 黄万基力气那么大 鸡飞蛋打了 还能把他举起来 此时 直播间已经有三万在线观众 而光泰手忙脚乱之下 竟然一把拽住了 黄万基的头发 下一秒 三万观众竟同时停止了留言 眼睁睁地看着黄万基的假发 被拽了下来 好一出男墨女类的画面 光泰和黄万基也没打了 他心有愧疚啊 安慰黄万基 过几年就好了 黄万基还没说起 自己的悲惨过去 明明自己的等级更高 但比自己等级低的帅哥 却是站在前面 而他因为个头大又胖 经常被人嫌弃 秃头之前还想找女朋友 结果越是着急就秃得越快 黄万基最近都把治疗生发的药当糖吃了 而黄万基也不是在跟踪下翻 是他发现 打野天天跟在下翻身后 误以为打野才是那个跟踪狂 说自己要保护下翻 结果引发了误会 而黄万基甚至拿到奖金后 还报了能教女友的班 这一瞬间 光泰和金子亨顿时明白了 这黄万基只是憨 绝对不是坏人 一时间三人极其落泪 黄万基觉得自己已经完蛋了 不可能会有人喜欢这样的他 并打算从此退出直播界 还对光泰表示了歉意 没想到光泰却叫住了黄万基 还让他看了直播间观众的留言 大家都在鼓励黄万基不要放弃 毕竟这样悲惨的经历 大家都感同身受啊 最终黄万基感动落泪 直播落下帷幕 打野看了都忍不住发笑 不过也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了 之后秋天负责剪辑 成功让这次战斗火出圈 金子亨那就要一个喜笑颜开 准备多多赚钱 积攒经验 说不定20岁就能实现自己 当电影导演的梦想 然而就在这时 有东西找上门了 这段时间光泰也赚了不少钱 母亲的医疗费和生活费都够了 签的债务也在陆续还清 光泰非常开心 不过母亲有些担心光泰的情况 怕她去打一些奇怪的工 光泰可不敢说自己在挨打赚钱 妈妈说 护理师有事找光泰 护理师告诉光泰 她母亲的配型下来 可以做移治手术了 但是手术费比较贵 要200万 光泰很开心 只要能做手术 母亲能出院 一切都好 现在有金子亨他们在身边 自己一定能赚够手术费的 这简直就是她人生最幸福的时间 不知道会不会做第二剂 抽空就把漫画回下